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六深夜 世界杯16强首场比赛开打 荷兰对阵美国 上半场 基斯殿普列西施单刀 荷兰默契配合后 孟菲斯迪比破门 戴利比连特独秒进球 半场战罢 荷兰2-0美国 下半场 基斯殿普列西柱攻下击狐狸诡异进球 单速杜菲斯电射破门 全场结束 荷兰3-1击败美国 率先挺进八强 比赛开始 三分钟 美国单刀机会 基斯殿普列西的射门 被A路伯特用腿挡出 十分钟 荷兰打出流畅反击 高迪加普分边策动进攻 单速杜菲斯传中 孟菲斯迪比禁区内低射破门 荷兰1-0-0先美国 十八分钟 荷兰再次获得反击机会 高迪加普向前推进 戴利比连特跟上一脚打门踢飞 22分钟 荷兰后场掌船 孟菲斯迪比跑动中弹射圆脚打偏 43分钟 天莫菲维亚禁区外一脚爆射 A路伯特飞身将球扑出 45分钟 单速杜菲斯助攻双翔 戴利比连特后插上包抄破门 荷兰再下一城 最终半场战罢 荷兰2-0领先美国 一边再战49分钟 美国脚球开出 天猎母乱军中统射被高迪加普在门线上解围 50分钟 单速杜菲斯右路船门前险些造成对方自摆乌龙 杀真努达斯出现在关键位置将球破坏 61分钟 高迪加普远射被霍加森马文挡出 孟菲斯迪比跟上再射被马菲杜拿单掌拖出横梁 71分钟 杀真努达斯本方半场带球被断 马菲杜拿两连扑利宝球门不失 74分钟 孟菲斯迪比后场回传失误 下击狐里过掉门将后窄角度射门被阻力安天巴破坏 76分钟 基斯店普列西右路横敲 下击狐里脚被苛球划出一记诡异弧线坠入大门 美国一比二扳回一城 79分钟 史提分贝维恩杀入禁区窄角度打门被干扰出底线 81分钟 法兰基狄装分边 戴利比连特船中送出妙传 后点无人看防的单速杜费斯电设破门 荷兰3比1 再次扩大领先优势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荷兰3比1击败美国挺进八强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